8月14日晚间,拉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公告。 公告称,至8月15日凌晨30的拉萨主城区消沙管理时间在延长3天至8月18日凌晨30。 此时的拉萨一片宁静,一改往日的喧嚣,但在各社区,志愿者的身影变得更多。 列治下,5位志愿者身着防护服,防护服上写着西藏加油, 他们开着车前往郊区领取募捐而来的防护服、酒精、口罩等抗疫防护物资。 自12日来,组团志愿者已经收到100多人的捐款和物资, 目前包括已送的和未送的约有500多件防护服, N95口罩1000多个,消毒液5、600瓶,一次性医用口罩4000个。 这5位志愿者其中3位是消防员,另外2位是街舞老师和年轻创业者。 社区工作人员,核酸点志愿者,一线执勤民警等等都是他们志愿服务的对象。 5个人两台车,大家分工明确,有序将物资运送到拉萨各地, 从东到西,由南向北。 据该团队志愿者介绍,仅在13日一天在拉萨就行驶了400公里。 到现在我们工作了有大概有4天的样子, 这4天每天都是在拉萨的所有的大街小巷, 比如说东郊南郊西郊北郊,再加上几个区,达兹区, 然后这个对动德性区,来回都在跑,拿物资, 然后就是分配到各个点上去。 说实话家里人非常支持, 在疫情之下,拉萨这座城市的温度也在各种无名城市守护者身上彰显, 很多爱心商家为志愿者们提供免费餐食, 精致的蛋糕甜品,消暑的绿豆汤,热乎乎的各种饭菜, 填饱了志愿者的肚子,也温暖了他们的心。 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初衷, 其实这个城市里面英雄太多了, 而就是像我们志愿者这种英雄, 他是带给我们光的, 他保护我们大家的话, 我希望我们这种餐饮行业能去做他们的光, 然后给他们带来温暖。 有的时候下午需要饮料,我们就备饮料, 晚上需要餐,我们就备餐, 可能是到晚上九点过吧, 大家都吃上饭的时候,我们就是下班了。 叶医生,志愿者们还在往各地运送防疫物资, 直到后备箱里的爱心物资箱溅了底, 才结束一天的忙碌。 记者在不同的群聊中, 时常可以看到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帮助, 广大爱心人士用自己的行动体现这座城市, 面对困难时的温暖和勇气。